不只是在陽明山這裡 宜蘭太平山也是昨天晚間就開始降雪了 這是三年以來的第一次下雪 拉拉山則是在今天凌晨降下瑞雪 一早也是吸引不少遊客上山賞雪 同時在宜蘭的南山國小這裡也被白雪覆蓋 讓師生都非常興奮 民眾打赤膊在太平山上騎腳踏車 迎拜世界冰天雪地讓遊客們都樂翻了 霸王寒流來西太平山在七號晚間下起 第一場銳雪 除了太平山以外 拉拉山也被白雪覆蓋 白茫茫的雪國世界 這次不用到國外 現在台灣就看得到 活到六十歲 第一次看到下雪 太高興了 小朋友用樹枝樹葉堆起的兔子雪人 或是大人們趕緊拿出手機拍張照片 記錄美景 拉拉山這次沒有讓熱血追雪的民眾失望 另外在宜蘭縣最高雪府大同鄉的南山國小 也下雪了 讓師生們都相當興奮 南山下雪了 不過提醒民眾想要賞雪 除了要注意保暖 上山前也務必要將車輪裝上雪鏈 確保行車安全 華爾西文章正會 吳全員廖紫雄 翁一秀 宜蘭桃園 綜合報導